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纽约时报前摄影记者杜斌已经失踪十几天了 6月12号 北京警方首次承认他们积压了杜斌 并说这个案子是属于国保办理的案件 据德国之声报道 6月12号 北京著名的维权人士胡佳 陪同杜斌的妹妹杜济荣到北京右安门派出所 再次询问杜斌的下落 那么派出所的值班人员承认杜斌已经被刑事拘留 是一个国保办理的案子 而杜斌目前被关押在丰台区看守所 这是北京警方第一次口头承认关押杜斌 6月13号 胡佳再陪同杜济荣前往丰台看守所 5名国保人员尾随到现场 看守所预审处告知他们 杜斌是在6月2号被刑事拘留 罪名为寻衅滋事 国保警告杜济荣不要与胡佳及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人员接触 杜斌5月31号被北京国保人员从住处秘密抓捕 那么家中的书籍还有电脑遭扣押 外界普遍认为杜斌的这次被抓 是因为他拍摄了反映劳教酷刑的影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和编写天安门屠杀一书 遭到当局的报复 安徽省一见人士张霖和他的女儿张安妮最近再次失踪 据最欧亚洲电台的报道 张霖的朋友朱维林周三打电话问候他时 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关机 家中坐机也无人接听 张霖的另一位好友中国民主党创建人秦永敏表示 张霖突然失去踪影 难以确定是否遭到政府方面带走 张霖的朋友对中国大陆维权网表示 这次张霖父女俩同时关机和上一次的合肥事 遭到国保人员绑架时的情况极其相似 因此他们担心张霖父女的安危 今年二月份十岁的张安妮曾遭到警方关押 并被迫失学 张安妮被媒体称为是中国最小的良心犯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